大家好,早上醒来之后,你的第一件事情是先做什么呢? 有的人呢,是先摸到手机,然后呢先刷一会。 有的人呢,会赶紧地下床,就往卫生间跑。 还有人呢,会眯着眼睛会再睡一下。 其实呢,早晨是人体机能从沉睡中恢复运转的。 这个时刻,如果此时啊,猛然地起身,血液骤然地回流,容易引发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,以及呢,造成血压的波动。 那么咱们呢,可以在醒来之后,用十分钟的时间,先适当地去活动一下身体,舒展一下身体,让气炫地循环起来。 那下面呢,给大家介绍九个黄金小动作。 每天早上醒来之后,咱们躺在床上,别急着起床。 先做一遍,身体呢,会越来越好。 那下面呢,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。 早上起床之后,咱们不要闹钟一响,马上就快速地坐起身啊,披上衣服,就赶快去匆匆忙忙地做饭。 那我们呢,给自己十分钟的缓冲和过渡时间,让自己的身体啊,能够适应到。 白天的这种匆忙的节奏当中。 那么下面的动作呢,大家自己做的时候呢,是躺在床上去做的。 那我这里呢,为了跟大家更好的示范,更好的演示。 所以呢,我就坐着给大家来示范这九个动作。 好,首先呢,我们醒来之后,您先用一分钟的时间,左右翻翻身,活动一下肩膀和手臂。 然后呢,开始我们的第一个动作。 第一个动作呢,是双手对搓。 双手的手心,快速地搓揉一分钟,对搓一分钟。 搓到双手手心啊,微微地发热,微微地出汗。 那我们双手呢,是六条。 经络的起指点,通过搓揉双手,可以让气血快速地活动起来,能够调和阴阳。 同时呢,也可以调节我们的心脏。 第二个动作呢,是手指梳头。 伸出我们的右手,五指弯曲。 把右手的五个指腹,放在前额发际线这里。 然后呢,从发际线向后梳,一直梳到后脑勺。 那大家呢,梳的时候啊,要用力一些,让头皮感觉到微微地发热。 好,然后是我们两侧。 从两侧并脚这里呢,梳到后脑勺。 那大家在梳的时候,要注意手指甲呀,不要过长,以免损伤头皮。 那么梳头这个动作呢,可以起到开窍醒脑的作用,也能够减少白发和脱发的问题。 这是第二个动作。 第三个动作呢,是搓耳朵。 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,轻轻地捏我们的双耳的耳阔,然后从上往下去搓一搓。 搓耳朵一分钟,到双耳呢,微微地发热发红,肾开窍鱼耳。 那通过这个搓耳朵的动作,我们还可以提升自己的听力。 预防耳鸣耳聋,同时呢,还可以提升肾气。 第四个动作是转动眼球一分钟。 我们的眼睛呢,大家睁开眼睛之后。 好眼球呢,顺时针先转动一分钟。 在转的时候呢,我们向左,向右向上向下的时候,都尽力地去转到自己目光所能触及的。 最大的范围,也就是呢,让我们的眼球最大限度地得到活动。 先顺时针转揉,然后呢再逆时针。 整体呢是一分钟的时间。 那这个动作呢,可以提升视力,减少我们视力的退化。 第五个动作是搓鼻翼一分钟。 把双手的拇指大鱼记这里啊,放到我们的鼻子上。 鼻翼两侧,一左一右一上一下的搓揉。 也是搓揉到我们的鼻翼啊,感觉到发热。 那这个动作呢,可以开肺窍预防感冒,预防鼻炎的发生。 第六个动作是叫做扣齿。 扣齿也就是我们嘴巴轻轻地闭上。 然后呢,牙齿在口腔中上下轻轻地咬合。 那这个就是扣齿的动作,非常的好做。 扣齿一分钟,能够兼顾牙齿。 第七个动作是按揉肚脐一分钟。 用我们双手的掌心,交替放在肚脐上。 首先是右手放肚脐上。 然后顺时针按揉30秒。 再换左手放在肚脐上。 并时针再按揉30秒。 左右交替。 如果您便秘比较严重的话。 我们呢,就只用右手来顺时针按揉就可以了。 那如果您平常排便还算正常。 我们可以左右手交替。 那么按揉肚脐呢? 可以帮助我们肠胃蠕动。 促进消化。 防止便秘。 也能够让我们早上醒来之后, 能够顺利地排便。 第八个动作伸躯一分钟。 躺在床上呢? 把双腿交替伸起。 先伸右腿, 然后左腿, 交替伸躯。 当我们平躺的时候呢? 血液多数留存在四肢。 那我们通过这个伸躯的动作, 可以让血液更好地回流到心脏和大脑, 保证心脑的供氧和供血。 第九个动作, 蹬揉脚心一分钟。 好双腿微微地抬起。 先用一只脚磨另一只脚的脚心。 换右脚。 脚心可以引身体的虚火下行, 那可以起到清干明目的作用。 也可以为我们待会起床。 做好充足的准备。 以上的九个小动作, 每个动作一分钟非常的好记。 从手开始, 先是双手对搓一分钟。 然后呢, 是用手指梳头一分。 中转动眼球一分钟。 搓鼻子一分钟。 还有扣齿一分钟。 那接下来呢, 就到了肚脐。 按揉肚脐一分钟。 接下来呢, 是双腿和脚的运动。 先是我们伸展双腿一分钟。 最后呢, 摸脚心一分钟。 非常的好记。 从头到脚。 很多人都说呢, 早起的时间啊, 太紧张了。 急着给上学的孩子做饭, 又自己急着上班。 更不用提什么出门锻炼了。 但是呢, 十分钟的时间, 我们还是可以留给自己的。 把闹钟呢提前十分钟。 醒来之后啊, 让自己从头到脚, 慢慢地梳理一遍。 做一下我们这九个小动作。 坚持做几天之后, 您就会发现, 起床之后, 头不再昏昏沉沉的。 我们精神啊, 就变得很好。 而且吃饭的胃口, 也会变得很好。 那养生呢? 它不一定都要占用很多的时间。 一个小方法坚持做下去, 变成一个习惯。 它都会让我们的健康啊, 受用无穷。 那今天这个早起的九个黄金小动作,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 谢谢大家。